會化全力回來 太重了啦 紅色快到藍色了 所以大概就是100啦 Hey What's up 歡迎來到裝備日子 我是裝備嘉賓 今天很高興要跟大家來開箱 阿布加西亞 收聽Stage的Prototide 1002 XX有在玩槍餅按泡都知道 阿布加西亞的Sorti Stage 跟Sorti Style 它是我們算是槍餅按泡桿的先驅 在很早很早之前 阿布加西亞 Sorti Style 跟阿布加西亞 Sorti Stage 然後讓我們這群就是槍餅玩家 有桿子可以用 經過10年之後 阿布加西亞的Sorti Stage 終於更新了 這次更新的系列的名稱叫做 阿布加西亞 Sorti Stage Prototype 阿布加西亞這次睽違10年的更新 它把最高製程的製程技術 TAF的製程技術 把它放到Sorti Stage Prototype 裡面 TAF的製程呢 相較於之前用比較厚的探布 去一次把它捲置而成 TAF它是利用薄的探布 多層構成再加上重疊技術的進步 讓這支桿子其實有比之前 Sorti Stage 系列更輕更強的表現 根據官方說法 它這支TAF技術的話 它可以讓桿子輕量化 大概20%到30%左右 所以裝備跟一開始的時候 就很期待這支桿子 裝備跟要開箱這個系列中的 最重的桿子 就是1002XX 它可以吃的耳重範圍是 從60克到160克 然後它最適合的耳重帶是120克左右 然後這支的導彎是KW的Frame 就是KW的外框 然後配上Seek S的導彎 綁在鋼材的地方的話 都是雙層設計 然後除此之外的話 它的鋼尾也是採用複式的鋼尾 然後圓滑的鋼尾 讓你在重大於定的鋼子的時候 不會這麼不舒服 阿布官方為什麼叫Pototype 就是它減少它的塗裝 把所有的桿子製成的經費 都花在TAF製成的桿胚上面 所以這次阿布卡斯亞這個Pototype系列的話 它的塗裝都非常的樸素 它把所有要印刷的部分 都是用雷射雕刻在五金上面 放在桿子的把手的地方 這個設計也不是一種簡約的帥氣 那這支官方其實設計的話 它是要薄20公斤左右的大魚 所以這支桿子相信是非常非常強力 雖然它吃到160克 可是它整體桿子的重量 僅僅只達到312克 非常輕量的一個量級 所以其實莊畢哥非常期待這支桿的表現 莊畢哥有很多觀眾問說 到底會不會開箱這支桿子 那莊畢哥終於入手這支桿子 所以今天就來做拋頭測試給大家看 雖然這支是叫做修吉吉 就是主要是鐵板 但除了會拋頭鐵板60克到160克之外 我們還會就是拋頭硬耳 然後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先來試試看60克的鐵板 那60克鐵板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對它來講 雖然它講說是 它是從60克吃到160克 我們看到這個60克吃起來就根本就是 完全沒感覺的感覺 相信這個丟起來一定是沒問題啦 然後 60克我覺得拿起來會有點太輕啦 所以那我們就丟就看喔 喔 一個竿材丟起來很舒服 一個咖啡 之前我那把Saulty Style那把 它更有那個 重度的彈性 所以它在射出去的時候 其實就有那種 MC Walk那種 中間有一小塊 就是非常 強悍的 溶滾的感覺 然後會把它頂出去 所以你看它雖然 中下先是60克 但是丟起來是非常相當的粗粒 飛得遠遠遠 搭載了四天的地圈 不過那我相信大概就要 去百克左右啊 搭載丟起來 我也不要心疼吧 這個感覺是甩進去了 它比較沒有吃到那個 這三子的彈 有一點啦 有一點啦 這個我現在沒有看回放不知道 我自己感覺是 超硬體 所以我之前啊 收聽Stage啊 舊的系列的時候 我都覺得它那顆 比如說它那個 X4HU 它那隻啊 講說可以丟到一百多顆 可是實際上我丟大概 80克到一百克就極限 那這次 它這個竿台真的是 好遠喔 丟起來剛好是相反 這次它採用的是百分之百卡碟 那雖然它講它是regular 就是它的AX4HU 就是它的AX4HU 但是實際上它貼起來的話 真的是很快掉啦 所以那個射出去的感覺是相對 非常非常結局 應該到時候看回放應該看得出來 喔這個單把 攔起鐵板就是舒服啊 可是因為我怕掛底所以沒有 你看它這個修復 而且它真的比其他的竿子細好多喔 所以攔起來 感覺好奇怪 就是我拿一隻靠線的竿 它其實超強力的 它真的相較於我覺得我那隻XR 就是 就是NZW的XR 它真的相較細超級超級多 這個自乾技術真的一日都在進步 所以這種竿子喔 真的是盡量買新的啦 好那我們換下一個耳座 好我們接下來換80克喔 好那80克跟60克 感覺差不多 反正我們就來先丟就幹嘛 感覺是不是 我覺得真的是 要丟100克剛好啦 你看喔 這種快掉的竿子 拋起來就是爽啊 你看 80克跳起來 特別是輕輕收工 而且它的 它跳起來的時候它的反發力也夠足啦 所以 你也不用太用力晃 輕輕這樣晃一下 它不一定就會幫你把80克的彈起來 所以其實相對你晃耳的時候是可以再更輕鬆一點 而且它的平衡其實做得很好 你這樣夾的時候 好嗎 跳起來沒那麼累啊 鐵板竿就是鐵板竿啊 舒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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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麼沒有感覺 它的竿子有點 超乎我 預料的快 所以放手我直接還要再 再抓一下 真的是 因為我原本會預計它說它是平衡 所以會再 慢一點 放也沒關係 因為它平衡的話它會 彈起來會慢一點 沒有 它這個吃80克超快 所以我放手其實要 再更早一點才會飛得比較遠 好再一次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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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遠的 它這裏表現讓我想要去買它的海爐竿 因為不可以買喔 讚讚讚讚 讓我試下一個耳衆 好接下來我們要試它的本命 本命重量喔 120克喔 它後面去顆的編號是 1002XXH 1002XX然後120克 也就是說它120克其實用起來會最舒適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120克喔 看起來就是穩穩的重量啦 看到沒 夠挺啦 不愧是來靠 20公斤大鱗的 那我們就來追追看喔 那我們就來追追看喔 喔 欸靠,你騙我 哈哈哈 喔 喔 一千 一千 喔,這120克狼前 剛好 啊 喔 我懂了啦 因為我們之前用的那個 特速太輕 所以看起來是比較 快掉了 但是 120克我就有 一點點那種 普通的感覺了 但是這個阿布的捲 上捲就 有一點點那麼不夠 不過它讓起來一定很舒服啦 120克 Fuck Fuck 一直不小心飛太遠 那捲牌都很背 這種重量喔 就是要看你體戰 有沒有在練身體耶 好,那我們再丟一次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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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遠喔 而且它是彈出去的 我感覺到它那個彈的樣子 但是就像張密哥講的 它 剛剛其實有那個 線節打到導環的聲音 我在輕的時候啊 輕的耳的時候 其實沒有那樣的聲音啊 中了導環的時候 其實就有聽到那個聲音 不過攔起來真的很舒服啊 其實大家不要怕耳耳用鐵板中啊 因為其實那個 那個 120克的鐵板 其實超夠大 那個鴻鋼會追還是會追啊 所以如果你有些釣場 真的沉不下去喔 不要怕 120克 100克120克給它上上去啊 照樣癢 照樣癢 太久了 覺得怪不得好累耶 好,我們再丟一次喔 對,它還是有打到那個導環的聲音了啦 不過120克你看 你只要體力是夠的話 它飛的還是比100克也會很多啊 大概多了10來公尺左右 用差不多那個力道 好,可以喔 好,接下來我們換 170克喔 我沒有160克的鐵板 所以我換170克的試試看 好,接下來我們換170克的鐵板 好,170克 按拋 然後用到後面做 這有必要 今天有夠膽耶 170克喔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它還是只有前端可以吃到那個力道 所以 這一定沒問題啦 我覺得 應該救到200克都沒問題啦 只是 170克 真的有點重 好 那我來表表看喔 哇,好重喔 它是整個用彈的出去 這次吃到200克一定沒問題 喔,成的好快喔 哇,一下就到底了 好,不過它 你看看 160克的鐵板 跳起來 就比較慢跑了啦 大跳有點跳不太弱 你可以看到 那桿子其實有點 輸給那個重量了啦 160克 不是 你有沒有可能就一直大跳啦 你如果大跳 你會累死啦 你知道 當然 那個跳不細啦 跳很用力啦 所以 如果你這樣慢慢跳的話 輕柔一點 輕柔一點 應該還是可以啦 只是有時候 那個雲汁怪 都這種輕柔的 是不是隧道 就不一定了啦 那我再丟一次喔 再把它全盆 看 它這個顏色已經變了兩次 又多了 WINGAMOFAY 超過 好了 100了 一定有100了 不是開玩笑的 就當他快跑的話 也還是可以 好 好了 練好了之後 我覺得你用 丟那種 100克 過120 130應該沒問題啦 好那我們接著 接下來的硬耳喔 首先我們試試看 100克的大鉛筆 這100克拋頭起來 是一定沒有問題啦 那我們就是要試試看 它抄起來如何 好 那我們接著吧 好 丟我起來完全沒問題 喔 超到看 這個超100克的鉛筆可以喔 因為它的不重夠 所以它其實 它可以把那個耳就是 就是會那種下潛 真的抽那個潛 會抽得出來耶 就這樣 學什麼耶 一分鐘來 大鉛筆可以耶 喔 100克就可以喔 它比那個 如果以差不多價位 它的那個 西曼隆的 Cody Sniper來講的話 這隻其實我覺得 更好一點 因為這盒好像只能超到 780克 再一次喔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再來喔 欸它這個真的 可以耶 百克鉛筆 它真的除了導環小一點之外 其他的Cuzco我都非常的喜歡耶 還好我都買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150克的大口波法 它吃得動 對不對 我們這隻史密斯 150克的大口波法 好 這丟起來應該沒問題的啊 可是不知道抄起來到底怎麼樣 你試試看喔 這丟起來不會贏的 好不好看喔 啊 我覺得不太死 超不動 所以我覺得150克的大口波法 我覺得太 大概要拿到扛上200克的桿子 或者比較適一點耶 這個有點太 欺負它了 不過 如果你超桿就是讓它 不要淺那麼深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啦 鐵板乾不是硬耳乾 我覺得它的表現已經 覺得很讚了 只要不是大口波法以外 我覺得什麼鉛筆 應該150克都不會有問題 對 你不知道很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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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隻的售價 相較於那些 相較於那些 一萬天氣面喔 七八萬的 按拋乾 我覺得它 用出來就是已經有那個味 然後它的價格大概 只有在一半左右 這種表現可以了啦 不要丟150克就好啊 下口波法丟80克小一點點 一定100克左右 一定百分之百沒問題啊 所以大家以後不能再說 阿布的3D stage就是 每次都叫做 標示的耳重不實 沒有 它對這真的我 完完全全都可以 可以扛到160克 而且連 就是 大口波法不行啦 但是小口波法一定超得懂 喔 我雙屁哥買的 真的太滿意了 好啦 那就結束我們今天測試啦 欸又我是好 結束今天測試啦 不知道大家對這桿子有沒有 相對的了解呢 欸這隻桿子其實 出乎雙屁哥的意料之外 因為其實 依照阿布 以往的慣例喔 它 如果標示在120克左右的話 它大概拋頭四盒的耳重 它其實會稍微再當貴一點 那這次原本是想說 160克的應該是丟在 我自己 心裡也想大概是丟 100克左右的鐵板應該剛好 但是錯了 它這個TAF這個 桿子的設定真的有利愛到 它其實雖然講說 120克是 非常輕功拋頭的耳重 但是 實際上 那個160克 170克 丟起來也是輕輕鬆鬆穩穩 之前舊的Solid Stage 它被碰到就是這種 Overloading 或是接近它的 耳重負重上限的時候 它丟起來其實會滿沒力的 但是這隻喔 齁齁 160克穩穩的沒有問題 然後就是看你自己 你自己的就是 實力 能不能丟 160克這麼重的耳重 這雙屁哥其實自己是 丟起來是蠻驚艷的 因為它160克的鐵板 真的丟起來是穩穩的 這個桿子啊 其實雙屁哥自己試過之後 它其實我發現 就是它完完全全是為了縮型 也就是大規設計的一隻桿子 因為它的第一顆導環 最大顆的導環 它其實相較於其他就是 大物桿上面也講 其實算是還是算小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如果你想要拿來把它丟在 就是比如說 像SO1那種 背拋頭的船捲上面的話 導環的高度可能相對比較低 然後而且它導環相對比較小 如果假如說你是用 船拋的捲的話 那你可能真的要 就是搭配的時候 要考慮一下它 就是出現的時候的高度 因為它第一顆導環應該會達到 那我現在目前是用 3號配上100磅的前導線 它完全沒有打導環的感覺之外 我相信它這個大小的話 我覺得配到4號5號 其實都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雖然它說它是可以吃3號線到 8號線以上 但是因為就300到400尺寸的話 其實5號線只能上200公尺 實際上用到這支桿子 應該不會真的實際用到 就是用到8號左右 我相信應該就是在4號到6號 左右之間的話 這支桿子完全沒問題 但是8號以上的話 因為它說它的前導線 可以最大吃到300磅 我自己的MZ-Wolf XR 比這個完全是大兩倍的導環 用8號線配上200磅的前導線 其實都會打到導環的情況下 我相信這顆8號線配到 吃到300磅的前導線的話 我相信一定也會打到導環 在選線種 就是前導線跟PE線的時候 可能就是要稍微挑選一下 這支桿子的桿材 有如阿布他們官方講的 這桿材真的是不錯 真的是比我想像的厲害很多 所以就是我之前可能 有一點點小看它 這支用完之後 我發現真的是又輕又強 這支的話 因為它輕量化的時候 其實中米哥可能接下來 就會拿這支到處去征戰 所以說不定就會有中米畫面 好啦 那就結束我們的測試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訂閱、分享、密開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問題 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看到會馬上回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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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